知名前体育主播傅达仁昨天在瑞士尽情安乐死 如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享受85岁 他跟生命的这场延长赛左右还是落幕了 他的转播风格非常的俏皮非常有趣 像是擦板得分 坏坏坏连三坏将会永远留在球迷还有观众的心中 我们最后也来回顾他的精彩的转播片段 中华队拿球71比66中华队领先还有6分钟 上篮中球擦板 中华队领先拿到这个球拿的可爱